欢迎来到云上俱乐部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加拿大入籍考试准备 第一部分 每一个移民当要准备加入成为加拿大公民的时候 都要递交一个申请 然后加拿大移民部会给大家发来一个小册子 Discover Canada 我们可以从加拿大政府的网站上 可以找到这本小册子 也可以在Google上搜索Discover Canada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 这个是网上的版本 那么这个网上版本和我们每个人收到 移民部发来的小册子完全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 这个内容包括很多部分 我们对每一个主题是做一个小视频 这样让大家对每小节的内容 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那么我们介绍了这个内容之后 再会给大家准备一些题目 然后给大家巩固这方面的知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小册子里面对于加拿大公民的权利 和义务的解说 那么这个加拿大公民呢 他们是有权利和义务的 这些权利和义务来自于我们的历史 这些历史也受到加拿大法律的保护 也反映了加拿大的传统和我们的价值观 加拿大法律有几个来源 包括国会和审立法院所通过的法律 英国的普通法 法国的民事法 和大不列颠的不成文宪法 那么这些权利和责任呢 保障了我们加拿大的所有的公民 有一个得到自由的这么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呢 已经有了800年的历史 所有这些这个对于自由的这种权利的保障 可以追溯到1812年 麦克纳卡特的这个宪章 也叫自由大宪章 那么这些时间 还有人物 还有一个术语等等 这些重要的一些东西呢 是我们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要注重的一些因素 因为我们只有把这些人物年代 还有一些有关的一些事实 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 考试的时候呢 才能够准确地抓住它的问题的要点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加拿大公民 我们具有哪些方面的自由 这个呢是我们有意识和宗教的自由 我们有思想信仰观点表达的自由 包括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我们还有和平集会的自由 以及结盟的自由 这里呢讲到了一个人 叫Habies Capers 那么这个人呢 他是英国人 他质疑了当时英国的这个普通法 也就是说自从他质疑了之后 然后呢这个法律就成为英国 甚至于英帝帮国家 这些法律的一些重要的来源 所以呢这个也叫做英国的大宪章 这是由他提出来的 下面呢就是再介绍一个重要的时间 1982年 1982年呢就是加拿大宪法修改的时间 那么这个巩固了加拿大的人权和自由的宪章 这个是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那么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 大家要把这个记住 下面呢就是加拿大人权和自由宪章的第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表达了 是对加拿大要有宗教的传统 以及对于人类尊严和价值的尊重的这样一种传统 下面呢就是这个大宪章当中 还提出了加拿大公民具有以下的几个权利 这个呢叫Mobility Right 这个权利呢就是说加拿大公民 我们可以在加拿大的任何一个省份生活和居住 我们也有离开加拿大 进入加拿大的权利 这个是Aborangian People's Right 就是说援助居民他们的权利是受到了保障的 下面一个呢就是加拿大官方语言的这个权利 也就是说在这个宪章当中规定了加拿大的官方语言 是英语和法语 这个在联邦政府所有的这个会议上 还有我们加拿大的所有的文件上 都用英文和法文做官方语言 外一条就是Multiculturalism 就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这个呢是加拿大遗产和身份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加拿大人我们要庆祝我们彼此的存在 并且呢努力的尊重多元文化 以及我们各种族之间的和谐相处 下面一个部分呢介绍的是加拿大的男女平等 在加拿大呢男人和女人在法律上规定的 就是男女是平等的 尽管我们加拿大呢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也是一个宽容的国家 但是呢我们不允许对性别的歧视 甚至于包括这种叫Burlick的Cultural Practice 就是比较粗暴的一些文化的体现 这是在加拿大都是不能够允许的 这些不文明的体现和出炉的行为 包括这种保守的Abuse 叫Honor Killing 叫Female的Gental Multilation 还有Forced Marriage 以及一些其他的Gender Based Violence 这几个词是大家要特别要记住的 那么所有上面讲的这几个行为习惯 是绝对不允许的 然后Those Guilty of This Crimes are Civiously Punished under Tenacious Criminal Laws 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些行为的话呢 这是属于比较严重的要受到惩罚的 这是在加拿大是属于Criminal的一种行为 下面就提到了加拿大公民的一些责任和义务了 责任和义务最主要的要包括 叫Obeying the law 要遵守法律 第二个叫Take Responsibility for oneself and in one's family 要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尽责 第三个呢就是Serving on the jury 在陪审团服务的责任 另外呢我们还有Voting Elections 那么就是我们要在联邦 Federal Provincial 还有Territory 还有Local的Election当中 我们要有这个选举的这个责任和义务 下面一条呢就是Helping Others in the Community 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义工的这个Volunteer Volunteers在我们加拿大呢是有传统的 义工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仅帮助了别人 而且我们自己呢也获得了一些技能 还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 拓展我们自己的社会关系 下面呢还有一个就是Protecting and Enjoying Our Heritage and Environment 就是保护和享受我们的文化遗产和环境 下面一点呢就是Defending Canada 这是我们加拿大公民的一个部分了 就是要保卫加拿大 那么在加拿大呢就是没有强迫性的兵役 但是呢在这个Regular的这些Canadian Forces的军队 加拿大军队包括海军陆军和空军 那么都是一种叫Noble Way 都是一种比较高尚的 就是为加拿大做贡献的 一种方式 这几个词也是都很重要 考试当中有可能会 就是考到这些方面的内容 另外呢就是提到了 就是我们如果不能够全职的服务这些军队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part time的这种海军啊 这些在军队里面做服务啊这些 另外年轻人呢还可以通过这个Cadet 来学会一些纪律责任 和学会一些军队方面的一些 这种最基本的一些技能 另外呢就是作为加拿大的公民 你也可以服务于一些社区的一些紧急服务 比方说警察呀或者是消防服务啊等等 然后呢也可以跟随着其他的过去的 我们的那些军人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国家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和这些内容相关的一些 在公民考试当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题目和答案 第一个题 How old is the tradition of ordered liberty that Canada contains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 加拿大这个是自由的这种传统 有多少年的历史 我们刚才在上面提到了 总共有大概有800年的历史了 第二个呢他问到的就是这个人 通过这个epers corpus 那么这个他们提出了这种 我们可以挑战一些 国家的一些lawful的这些detentions 那么这个是从法律的哪一部分来的 从加拿大的法律 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是那个从英国的common law 英国的这种普通法而来的 好第三个呢就介绍 这是在加拿大18岁到54岁之间 那么他们是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 对以下几种语言 当然是包括我们的官方语言 英语和法语 所以答案呢是both of A and C 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说 我们刚前面说的第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呢 它代表的是哪些方面的一些重要性 第一句话 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一个 他讲的是有宗教的传统 第二个呢是对于人的一种尊严 和价值的一种认可 那么这句话呢 其实包含的这两点都在 所以呢应该是both A and B 下面呢就是说 根据我们的这个法律 哪一条规矩 我们每一个人是可以challenge 我们是可以去 如果是认为有一些法律 它有不那么完整的话 我们是可以挑战它的 那么这个是来源于谁 我们应该是来源于这个 hypers corpus 下面呢就是在加拿大 我们的法律不是来源于下面的哪一条 那么我们一看下面有几条 当然美国的这个联邦法 不是我们的来源 所以答案就是第三 好 在下面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公民这个宣誓的时候 我们要对谁进行宣誓 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 女王是我们的最高元首 所以我们是要对君王进行宣誓 这是第三个 第一个呢是总理 第二个呢是总督 第三个呢是省长 所以呢应该是第三个答案 sovereign 这个呢就是说在1982年 当时我们说的这个是一个中美的年份 那么加拿大的宪章呢 是进行了一些修改 那么对加拿大法律的哪些条款进行了修改 应该是我们刚才讲的是第一个 Canadian Charities of Rights and Freedom 下面呢就讲加拿大政府部门当中 什么样的语言 哪些语言具有同等的地位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英语和法语 加拿大宪章当中 是对这个援助居民是怎么说的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援助居民 他们的一些自己的条约啊 那些是不可能被overruled 是不能够被这个加拿大这个宪章进行改变的 所以应该是第一条 下面呢是加拿大宪章当中 对于这个多元文化是怎么样界定的它的地位 我们都说了我们在加拿大很重要的 我们要尊重多元文化 我们要庆祝多元文化 所以呢应该是它要被庆祝的 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加拿大宪章的哪一个部分 提出英语和法语具有同等的这个 都是这个加拿大的官方语言 那应该是这个Great Treasure of Rights and Freedom 下面呢就是在加拿大 Serving on the Jewry 这个呢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每一个公民他都是有这个责任 去到陪审员去服务和工作的 这个呢是属于compulsory 这是属于必须的 所以叫compulsory 这个呢是讲的有关选举的这个责任 那么这个选举呢是讲的要在联邦 省和local的这个选举当中都要尽责 所以呢是all of this 下面讲的是加拿大公民的三个responsibility 这里呢讲的recycle啊这些应该不属于 然后呢这个对英语的这个熟练的使用等等也不属于 买这个购买加拿大产品这也不属于 应该是第四个 Obeying the law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oneself and one's family 还有一个叫Serving in the Jewry 这个呢讲的就是在加拿大的这个volunteering 那么在加拿大做volunteer可以有些什么样的作用 getting everybody involved 可以让每一个人就参加进来 然后还可以交朋友增加我们的联系 还可以developing working and social environment 所以呢应该是all of above 好下面呢这个问题是说在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bove the law 这下面的哪一条是高于法律的 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高于法律 即使她是女王 所以呢应该答案是nobody 好下面这个问题叫 when is forced marriage of women permitted 就是说妇女被强制结婚 她不是属于自愿的 那么在哪个领段是可以允许的 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是属于违法行为 在加拿大不允许的 所以呢如果哪个人强迫女性 去结婚的话 这属于criminal的 所以应该答案是 under no circumstance 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 这种forced marriage of women 都不可以被允许 好这个呢就是在以下哪一条 在加拿大是不被允许的 是被禁止的 我们一看到这一点呢 应该就是和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几条和男女平等相关的 一些数据 那么看一下哪一条 是和这个相关的 当然是第三条了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这个就是对女性生殖器的一种手术 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下面一个呢就是 加拿大法庭当中 任何就是反对于妇女的这些 这么一种声明 来源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声明 都被认为是 我们看一下都是 disreported的 这个都是不被认为是任何一个证据来提出来的 下面又是男女平等的这几个概念又来了 这叫sponsal abuse forced marriage honor killing 还有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ll accounted as 都被认为是 在crime in all circumstances 他就是在任何一种条件之下 都是一种犯罪的 在下面这个问题呢 就是下面哪一种行为 是一种高尚的行为 这种行为是 对加拿大和这个职业选择来说 都是一种贡献 我们刚才讲到了 是服务于加拿大的军队 Serving in the Canadian Forces 这里提到了 这个是在加拿大的军队里面 服务和保护 在加拿大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行为 既不是属于强迫性的 也不是不存在的 而是一种受到赞赏的鼓励的行为 加拿大公民服务于军队 它是属于强迫性的吗 还是不强迫的 还是必须的 还是怎么样 它是属于第二个 Not compulsory 下面这一点呢 就是说 People who are unable to perform for military service in Canada 如果他们不能够 全职的服务于军队的话呢 他们可以perform part-time 这是允许的 所以应该是第一个答案 青春期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如果是不能够 Canada join the Canadian Army 他们不能够参加加拿大军队 但是呢 他们可以成为cadet 他们是可以去到cadet里面 去参加一些培训的 那么今天呢 有关加拿大公民的权力 和义务的一些说明 以及一些问答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对今天的这些内容 有任何问题 请大家在留言处给我们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关注和点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